9月16日 包贝尔夫妇在韩国街头被偶遇 两人感情稳定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包文静身穿黑色上衣和短裙 头发披散 背着名贵的手提包 看起来很瘦弱 最让人费解的是他的鞋袜搭配 竟然是白色高筒子袜配上凉鞋 这样的风格实在难以接受 包贝尔则穿了黑色的休闲装 和包文静有点相配 不过他的身高不太理想 可能是角度的关系 还穿了一双平底鞋 看起来和165厘米的包文静差不多高 他们走在路上 包贝尔一直在说话和比话 整个人油光满面 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还晒出了他的背影 脖子上明显有坠肉 看来他需要注意一下身材了 他们手里拎着很多东西 应该是来韩国购物的 网友看到包文静的近照后 纷纷吐槽他的搭配太吐气 反而觉得旁边的女生更有时尚感和颜值 不知道是不是网红或者明星 还有人说 包文静怎么会觉得别人会对他的包贝尔有兴趣呢 可能是爱情让他看不清楚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